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錦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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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網友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我是老吾 歡迎來到我這個頻道 《識生活圈》 我已在加拿大 其實已住了好幾十年 中間也有一段時間回香港工作 最後一次在幾年前回流回加拿大 現在就住在加拿大的西岸,在溫哥華附近 一直以來,我都很希望在YouTube的頻道 可以和大家見面,分享一下加拿大的生活點滴 我本身是從事建築業的 包括房屋建設、保養等 但是因為工作關係,一直都沒有正式和大家見面 做這個頻道 為什麼我忽然會引起心肝,快開始做這個頻道呢? 其實就是因為最近我在附近,遇到一位街坊 我也是退休人士,雖然我還在工作 但是這位比我年紀再大一點的Super Senior 他告訴我,很慘 他最近就被BC坊政府出信,罰了幾萬元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先生其實在一段時間過世 一直以來,財務和稅務都是由他先生幫忙做的 他本身的英文程度也不太好 那麼就忘記了,或者漏報了 然後,BC 省有一個Speculation Tax 物業的投機稅 這個稅呢? 其實就是2018年開始推出 主要是針對住宅物業的業主 雖然你每一年都申報你的房屋 是自住、出租、空置了 這個稅呢? 其實都... 現在2024年已經是第六年了 那麼我可以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稅務 我想絕大部分在這裏,DC 省住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這個稅了 這個就叫做Speculation Tax 物業的投機稅 那麼這個稅呢? 其實就...都幾簡單的 他最主要呢? 就是... 針對一些空置房屋 因為加拿大,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啦 特別是BC 省呢? 其實那個房屋都幾緊張 價錢都幾貴的 那麼... 省政府在2018年推出了這個稅呢? 就希望可以將那個空置率呢? 就減低 就是房屋呢? 最好是自己住 如果自己不住,再投資的話呢? 就都出租了它 那麼當初第一次推出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空置了,不是自住 又不是出租的話呢? 它就需要打0.5%稅 但是一年之後呢? 其實已經將它增加到2%了 那麼當初推出的時候呢? 其實只有十幾個市場 你知道BC 省了很多個市場 只有十幾個市場是需要入了這個稅網的 那麼到2024年,即是今年開始呢? 就已經到59個市場了 那麼多年來一直收到多少稅呢? 就有313個Million 那都幾多的 但是有很多BC 省的朋友呢? 當初都很支持這個稅 但是現在呢? 某個Percentage 呢? 就覺得它就有少少complain 原因就是 當初這個稅呢? 主要的針對對象 或者每給稅的對象呢? 都有一些外來的投資者 那麼就... 就... 就... 頭一兩年呢? 其實只有20%左右的BC 省居民呢? 是受影響的 但是到了2022年呢? 已經有44% 即是增加了一倍有多 而一直到23年或者今次24年呢? 我們預計那個Percentage 會再多些 主要就是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它的影響到 要跌到一個稅網 進入這個稅網的城市呢? 就越來越多 那麼我想 來過溫哥的話 BC 省的朋友 或者住在這裡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BC 省是非常之靚的 那麼很多朋友呢? 都會去有一間度假屋 在湖邊啊、河邊啊 或者在一些山裡面呢? 就是用來度假用的 那麼... 如果當初這些物業 是沒有跌到這個稅網裡面的City 就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因為它越來越多City 就跌到這個稅網 那所以很多你們的 那些朋友的那些度假屋呢? 就可能就跌到這個稅網裡面 就需要決定 到底你這個物業 你用來自己用 用來度假用啊 或者是出租了它啊 或者是賣掉它了 因為 你只可以有一間Principle Residence 就是你主要的居住地方 如果你說是度假的地方 而它跌到這個稅網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你想保存來度假呢? 你就需要給這個2%的投機稅 那麼就有些朋友就開始有少許怨言 那...主要呢? 我今天就想提提呢? 就是... 這個稅呢? 是每一年3月31日要 要Declare 的 要申報的 那我做這條片呢? 其實都已經離開這個日子 只剩下一個星期了 那我就想提提 如果是未報這個稅的呢? 盡快就報了它了 那你應該呢? 就可以在你的郵箱裡呢? 就收到一封 BC省政府寄給你的一封信 就寫明 Declare Now 即是在這個右上角呢? 有一個Declare 的 那你就只要打入這個... 這樣的... 網站 就可以呢? 就Declare 了你的... 你的... 物業 那這個就是那個網站了 那這個網站其實很容易呢? 你要按Declare Now OK? 就按一個綠色的鍵 即是你一個新的Submission 那就說 我要Submit一個New Decoration 其實每一年都是一個New Decoration 那你申請的時候 你申請的時候 你申請的時候 就只需要打兩個Number 一個就是申請的Code 一個就是那封信的ID 那這兩個資料呢? 都可以在你那封信的... 右上角呢? 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了 一個Declare Code 和一個Letter ID 你只要把這兩個Number 打進去呢? 你只要跟著那個網站下去呢? 就很容易就可以Declare 了 唯一要記得提醒的呢? 就是這個Declare 了 不是跟物業那麼簡單 是跟物業上高的業主 如果你是兩夫婦 都是共同擁有這個物業呢? 你就要報兩次 即是每一個人都要報一次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親戚朋友 是這個業權 在這個物業上高呢? 你是每一個人 即是每一個業權的人士 你都需要報的 如果漏報了一個人 那位人士呢? 就可能會收到政府 傳給你的 說你沒有交Declareation 的可能有那個罰款 所以你必須確定 在業權上高的 每一個業權人士 你都要報這件事 那麼就... 3月31日 我今天就已經差不多離開 那個Declare 只剩下一個星期 如果未報就盡快報 那另外一個人也要提醒 就是... 這封信呢 是郵寄給你的 那如果你到今天都未收到 你就要快點打去 給BC Government 就問他拿這封信 因為... 他寄出了 就算你會收到的了 那你知道郵寄上 可能是有失誤的嘛 你可能會收不到這封信的 那如果你收不到這封信 而沒有報呢 這個不是一個... 理由用來抗辯的 你都會收到一個Penalty 那所以記得 檢查你有沒有收過這封信 如果你未收的 盡快要打給政府 要追他 給你這封信 你就可以 在3月31日之前 就申報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如果是住在... 溫哥華市 即是City of Vancouver 其實還有第二個空置稅 是需要報的 它就叫做... Empty Home Tax 但是這個只是 Apply for City of Vancouver 其實這個Debt Line已經過了 是2024年 即是今年的2月2日 現在已經3月尾了 那如果真的這麼幸運 還沒報呢 就盡快去報 那這個就比較容易 記得的 原因就是因為它是每一年 它會給你的稅單 即是你物業稅的稅單 那你收到物業稅的稅單 它就會提醒叫你報這個稅的了 那如果你是自住的 那你就交稅 如果你是出租的 你就要報 你是用來出租用的 如果你是空置的話呢 你都要告訴你 你是空置的 那到時它就會打你一個稅 就是空置稅 那這個已經過了 那這個已經過了 那我想絕大部分 不知為何搞錯了 那終於就被City 就要罰錢的 那這兩個稅呢 其實主要都是關乎一個空置稅 那這個空置稅最主要呢 就是希望增加一個稅務收入呢 就可以幫政府呢 就增加多些Affordable Housing 即是可以 就是給低收入人士 是多些住屋房屋的機會的 因為你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比如說B.C.省 特別是溫哥華附近呢 它的物業呢 其實它的價錢呢 都挺貴 那很多是收入 是不是很理想的那些呢 就可能是會 Affordable 不到這些住屋 那所以收了回來的稅項呢 主要都是幫助這些 Affordable Housing 希望可以蓋多些 可以幫助多些 就是低收入的人士的 那所以這個就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這個就是 BC 省的 Speculation Tax 以及 City of Vancouver 的空置稅 那如果未報的 就盡快報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那希望可以盡快呢 就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其他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些點滴 特別是一些居住和旅遊呢 因為我經常都會 因為出差的原因 就是出去工作 就會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會有機會去到 那到時再跟大家 繼續分享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那希望遲些跟大家再見面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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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